随着近年来白内障手术科技的不断进步 其中最先进的技术就是采用LensX雷势能非秒雷射来进行雷射趋光晶体手术 LensX雷势能的设计能让雷射趋光晶体手术 在精确度与流程重现性上提供更高层次的品质 其中以电脑辅助简单化了白内障手术程序中最具挑战性的步骤 LensX雷势能使用即时3D影像为导音辅助 让医师能精准地制作出角膜切口 白内障的患者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般白内障手术或雷射趋光晶体手术 白内障手术的步骤包括角膜切口 前囊膜切开术 也就是在前囊带上切割出一个圆孔 水晶体碎裂术 超音波晶体乳化术 植入人工水晶体 及切口的密合 LensX雷势能可协助一些最具挑战性的步骤 一般白内障手术从制作角膜切口开始 使用手术刀在角膜上制作切口 LensX雷势能提供精确与一致性的 客制化雷射角膜切口 前囊膜切开术 是描述如何移除水晶体最外层的医学用语 以便让医师可进一步移除白内障 这是对您视觉品质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在一般白内障手术中 此步骤是由医师手持器械 手动制作出一个圆形开口 LensX雷势能提供医师制作精确的前囊膜 圆形开口 让人工水晶体能放在最有效的囊带位置上 这让患者能有可预期的术后视觉品质 白内障手术需要超音波晶体乳化仪 来分割并乳化吸除白内障 在此步骤 医师主要目标是降低移除白内障 所需的超音波能量 使用LensX雷势能能以很少甚至不需超音波能量 即能有效轻易地吸除水晶体 利用雷射的特性 LensX雷势能提供医师较一般白内障手术 低43%的超音波能量 及少51%的乳化吸除时间 与一般白内障手术比较 最新的LensX雷势能趋光晶体手术 为眼科白内障手术提供绝佳的精确性 与标准手术流程的重现性